HELLO 大家好 今天分享如何拉頸 在運動心得來說 當你拉頸的時候 頸的側邊其實不是太有效 最有效就是頸的後面斜斜地 貼著背肌 因為你的背肌最多拉著頸的肌肉 其實跟它有連繫的地方拉著 你會較為鬆一點 心得來說 後面頸的肌肉是較小的 頸側邊的肌肉是較大 所以後面要勢力一點 否則很容易受傷 另一個就是 當你拉的時候 通常用一隻手 另一隻手的肩膀一定要沉低 否則很容易會踩到 而且當你拉的時候 所有東西要在對位 記住我們拉不是一隻肌肉 讀書或是畫公仔 或是解剖是單一肌肉 記住我們是一個人 我這麼多年來的運動心得 就是你要一個整體 這個整體裡面 每個百分比的連繫是怎樣 讀書是沒有教的 大家感受一下自己的身體 就會明白 所以當你拉的時候 頸部內有任何的隙間 你一定要向對位 最簡單就是 亦都可以正確位 當你知 其實頸部會關係到 肩膀、肩、胸椎、頸椎 胸椎是在肩膠骨背肌中間最入的位 這些位置全部擺對 拉頸部便會有效 好了,現在教大家如何拉頸部 如果你的頸部沒有肝膀 當然是這樣拉就沒事 如果你的頸部有少許傷患 或者痛 或者比較好方法是怎樣 你將下巴推前是水平的 然後拉進來 拉進去中間 然後向後一點 然後暖暖一下 你會發覺肩膀、胸、腰 其實全部一起跟隨 它是在跟隨 例如我現在在咬腰 不是說壓著腰部的肌肉 因為你移動上面、下方才可以移動到 好 這就是比較好的練習 就是準備要做事 如果你說我不用 就這樣推出去 一收 頸部便會放在對的位置 例如在我的右手為例 把手拉著頭 向右邊拉下來 經常說問題是肩膀 你踢起來便沒用 你要學會沉向下 沉向下的位置絕對不是你平時的位置 是比平時的位置低一點 然後放鬆 你才真正拉到那邊 OK 當你做 其實有不同的手法 理論也是一樣 如果我拉右邊 左邊用相反的力 就會令到肌肉或筋膜或扯的東西 會更加扯 我通常會做甚麼呢 以前學肚皮舞的技巧 就是你拉開手指手掌 咬開手握 你會用完手筋 在這裡向下按 按時是新墻 很多人坐在後是拉直的 你這樣按下去 頸部的側邊便會扯 OK 你留意這條力線就是正側邊 即是普通我們拉頸的就是這樣拉 OK 當你的手掌握的時候 掌握這個雲睛位便沒那麼拉 有些人拉到耳朱下面 你便靠手這樣扣 跟你的肩膊和頸 成了一個整體 它會拉多一點 如果你這樣拉 是會拉多一點的 耳朵拉都可以 每個位置都可以 只不過程度是由這裏淺 一直到這裏深 接著這裏按 現在再說 拉後面怎樣拉 你留意我的右邊 將頭移到右的45度角 不要想著屏肩膊 屏肩膊都是側邊 真的沒甚麼效 你轉了45度角 然後向下 你的手觸的位置 一定是正前方向正後方 手掌向前 好像很奇怪的感覺 你摸著一個很奇怪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拉 力線才會走到後面 斜斜地 經過背肌 留意這條後面的肌肉 落到背部斜斜地 很小 不要太大力 會弄傷得很容易 當你的頭移到45度角 跌倒下 如果你的頸部不舒服 便推向前 收進來 總之擺對位置 然後才開始做 這是最適合的方法 是最適合的 好了 做回來了 45度角 然後向下 手向正前方 拉 然後手掌向前 拉向下 這個位置會斜 然後拍手指手掌 然後按 你會覺得後面整個範圍都會斜 OK 好了 留意在拉頸的位置 記住感覺 即是一些沒有定義的東西 沒有標準的東西才是對的 感覺斜是怎樣呢 即是指這些位置斜 你真的可以斜到才是斜 很多人斜是怎樣的呢 很多時候它的 追體有些問題 譬如說它借柱側彎 向左側右側 或者向前 甚至是船 你要把力 拎開它 然後才 要跟它對沖 頸才變回正常 例如有些人要修覆 縮土 或者將胸特意收進去 以及肋骨收進來 rib cage in 當它借柱拉回較正常的位置 它頸的地方便斜 因為很多斜柱側彎的人 其實拉的時候 怎樣拉頸都不會斜 因為力線被一條斜柱射走力 除了拉後面 拉到另一邊 至於拉多久 其實很個人的 沒有一定定準 當然不要拉到太久 什麼叫做久 可能你維持一個動作 兩分鐘左右 其實都挺辛苦的 什麼叫做太多 你沒有說過時間去定 就是容忍 如果你覺得我都很忍住動作 其實你應該是接受不到動作 你需要停 停是怎樣呢 再做最好一點 就是什麼叫標準呢 停了之後 你動 動到鬆了 好像沒事發生的 再做另一邊 這樣便為之好 有時候在Yoga裡面的動作 怎樣為之久 有個標準去到怎樣呢 就是你預計8分鐘 當我以前學習的時候 多於8分鐘的時候 身體的血行得不好 循環有些問題 當然你強勁的 你可以拉很久 你不強勁的 可能30秒1分鐘 都可以的 總之我們要拉到有鬆的效果 留意離開的動作 如果你說我撐了很久 你用手推回頭 但你拉完也沒什麼影響 你直接回來便可以的 除非你拉很久才用手 拉了最有效的 就是頸部的打斜 向我背部 定義就是 我向我的左下方 應該拉右邊 後面的力線 即是後斜的力線 如果我去我的右 它應該是左斜後的力線 當然頭部的下巴 其實可以少許微調 或是頭部比較兇 去找那條力線 拉到後面 接著去到背部 如果拉的位置很好 其實頸部的位置會進入鼻子和耳朵 這些是個人心得 如果你做了運動很久的人 你會明白我說話的 可能拉下去會經過鼻子洞 在空裏面少許的 如果你發覺做到這個效果 那條線拉得不錯 好了 講完這個之後 譬如很簡單 喉嚨前面是怎樣 喉嚨前面是怕頸部有事 如果頸部後面真的很差 你又是擺好頸部 接著把手放在後面 擋住向上 這樣便可以拉到 好了 好一點的 其實你任何的方法 都是用自己的手和用自己的肩膀 總之任何的東西頂住下巴 然後向上推 好了 接著你推到多少 就推到多少 當然了 你可以少許把肩甲骨挺直 挺胸 可以再拉多一點 頭向後 只是怕頸椎會沾 如果你不沾 或者天生異品 其實都可以很厲害 我看到這些人 好了 為何要用自己的手走去拉 其實你同一時間推 某程度上 你的肩膀都會向上幫你 去擋一擋力 不需要讓你向後的頸椎沾 好了 這就是前面 如果前面的打斜 我也很少做 因為頸椎會沾 我通常用十字 以及後面的兩條斜線 前面的兩條斜線向上 我不會怎樣做 頸的後面怎樣做 就是手扣著 手肘向前 好了 最難是肩膀要沉低 然後再放鬆 所以你做的時候 會有少許寒貝才適合 然後就倒下頭 在這裡等 用手的重量 去拉頸的後面 要等一會 如果你一倒下頭 就覺得拉應該錯了 因為手的重量 去拉頸 要等一會才覺得拉 而且很多時候要做一些準備的功夫 即是斜高肩膀沉低 斜高肩膀沉低 讓肌肉知道怎樣打開 肌肉其實是整個肩大連胸 都頗困難 總之這樣動完之後 沉向下 然後放鬆 這樣就倒下 等一段時間 你接受到的時間 離開的時候 夠力就這樣上來 不夠力就這樣推上去 OK 通常做的時候 會站在這裡做會好一點 如果你想出力按 法力那些 但如果你很靜態地拉 你坐在座椅 坐在地上拉 或者有東西頂住背部 這樣就會好一點 另外說到轉圈 轉圈其實不可以 穩固一點就對了 放好鏡 放好鏡就可以了 這樣就轉 如果你說我不穩固 我先用四分一個圓轉 轉了 再轉圈 然後四分三個圓 然後全部 轉的時候就真的轉 如果你說某些位置 覺得很卡 很響 你就轉慢一點 好了 做完之後 你不要馬上轉去那邊 你很容易走位 等一會 或者鬆一鬆 然後再轉另一邊 當然你沒問題就這樣轉 為何轉圈經常說不行呢 其實就是 要加兩個字 用力 如果你用力 你的頸部 其實天生不是用來搖 或者在地上轉 所以如果你用力 而且轉 你會令到頸部脫隔 例如 頸椎最上的 其實好像洋蔥圈一樣 第二粒和第一粒 這樣卡住 你轉得很行 它真的會浪出來 或者走位 所以 為何轉不行呢 其實是要加兩個字 用力轉是不行 其實這樣轉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如果這樣轉 人都不行 人進化來 在地球沒甚麼用 總之就不要有任何痛 如果你的頸部真的有事 那你先檢查是甚麼問題 問題可以很多 最簡單 戴那些砰砰頸褲做頸牽引 最方便 將它拉長 其實解決到很多問題 我不是專家 但如果你是經驗 它的頸部固窄 或者它有骨刺押 或者我的頸因某些原因 肌肉一定很拉緊 你就需要有空間 或者很累時就帶頸褲 但不要依賴它 因為依賴它的肉不再用力 但你將來不用頸褲 你也會覺得很辛苦 今日分享就到這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